哈喽大家好,我是丙姑娘,那今天呢是比较特别的一期 大家看到这些本子吗?这都是某家给我寄过来的本子 一个礼拜之前呢,就是有个商家他说你能不能测评一下我们的纸张 我当然心里说我这胆挺大呀,敢让我测评纸张 上一个死不瞑目的时空魔法师已经被我喷得体无完肤了 因为本身我用钢笔嘛,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这个纸行不行啊,你用钢笔的 因为看我视频的人肯定是用钢笔的比较多嘛 这个只要是不行的话,这真的是遭不住呀 然后对方表示很有自信,就把这个本子给我寄过来了 因为这个本子比较便宜啊,然后他在寄过来之前 我一直在想说,卧槽这么便宜的本子 然后这个封面又长得这么钢铁直男 感觉就是很正常的那种就是办公类的那种纸品嘛 我当然就已经,其实我连怎么喷都想好了 但是到手之后呢,发现真香 香了之后我就直接下午翘班回家来拍视频了 我决定拍一整期视频 因为原本这个商家说的是露个脸就行 那既然这么香,那我就给他拍一整期好了 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啊,叫做凯撒 就这么一个牌子 然后呢,这个是他们新出的一个灵感系列的本子 有四种不同的层面,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啊 它这里边的内叶全都是长得一毛一样的 都是这种横格的这种内叶 可以撕的,然后带孔的 然后这个呢,是他们家拍纸本 拍纸本,这个一包是200张 为什么都这么大容量呢 用到地老天荒呀 然后这个是维塔斯 维塔斯,我不知道这个维塔斯跟他 跟他这个,跟他这个凯撒有什么关系啊 这维塔斯其实是一包,是两本的 是这样的 一包是两本,然后他这个是70克的 嗯,做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诶,我刚刚扔走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呢,我看他写的是Q库头 这个牌子的本子 嗯,我也不知道他们家到底有没有卖啊 反正,我反正也没测评过这个牌子本子 那顺便也来搞一下 这个纸呀,真的是 真香 我能说什么呢,就是真香 论就是真香 先把这个拆了 这个还没有,哎呀,试用 嗯,他这个纸呢,我之前在群里面已经 在收到货之后,已经很兴奋的BB过一通了 就是讲了说他这个纸其实 特别的,特别的刚 彩墨呀,甚至彩墨拉条他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多少克的 A4200张,有没有多少克呀 好像没写多少克嘛 墨上挺薄的,应该是70克或者60克 不太清水 那我就不用把他这一整本 这玩意怎么收纳呀 天哪 这收纳是个问题 嗯,今天测试呢,用的是这三支笔 这个是绿花、SM尖 然后这个伊拉宝、SF尖和木兰 底边灌的墨水呢,分别是 这个是戴亚米 然后这个是百乐 然后这个是木兰 主要是因为戴亚米是一个在大多数 甚至有一点点硬的纸张上 也可以不硬的墨水 然后剩下的百乐硬客 这个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吧 这个是白色彩纳,也挺硬的 然后木兰呢是 我感觉木兰是 它可能是万宝龙墨水最硬的一款了吧 个人感觉啊 反正它挺硬的 木兰那款墨水 那么就一个个开始吧 这个是 放大 我又找不着在哪 这个是3776 用的墨水是戴亚米 戴亚米怎么写来着 是不是怎么写 好棒 用的是戴亚米 然后呢是百乐 这个是一拉宝 SF夹 这个用的是色彩纳 用的就是百乐自己的 看样子 这个纸不太行呀 这个纸有点刚不住 大家可以看到硬客 它已经印了 这个是木兰 有什么叫F吗 叫F吧 后面就不用管了 这个纸张的测试看一下 它的百乐的这个已经不行了 百乐这个已经可以看到有印的部分了 然后万宝龙这个也不太行 但是戴亚米依旧行 那我就顺便用它来 来内杀一下戴亚米吧 就是安利一下戴亚米 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说浴室不绝戴亚米 因为戴亚米是一个 它虽然没有什么属性特别出重 但是它的属性都比较平均的一个墨水 就是 就是说它这个墨水在部分会印的纸张上 它也不会印 然后 虽然说它 其他的属性 就是说 它每个属性都没有说特别拔尖吧 但是都很稳 所以说 如果说你这个笔 包括你它的流动性啊 然后包括它的节制程度啊 都是在中等 如果说你这个笔下水不畅 或者说是非白断墨 如果说 你用戴亚米也非白断墨的话 那就说明你这个笔真的是有问题 如果说你是用戴亚米不非白断墨的话 那就说明 呃 这个笔是没有问题的 那是你之前断墨的墨水有问题 这么一个一个概念 反正浴室不绝戴亚米 大家已经看到戴亚米的美好了 我们再放大 再靠近一点 看到了吗 背面看呢 这个这个纸是不太行的 这个派纸本的这个纸 不成 哎我前面两本这么这么香 然后你最后一个唯一没拆的一本 给我搞成这样 有点伤心 然后呢就是它这个拍子本 这个米黄色的拍子本 哎我的笔呢 在这儿 哎在哪儿 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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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哎呦 这个是3776sm尖 用的墨水是戴亚米 大米到底是怎么写 哎 这个拍子本就感觉手感会色一点 这个是以拉宝 以拉宝 SF尖 用的是百乐的墨水 然后是穆兰 然后是穆兰 穆兰 穆兰 因为我也不知道穆兰到底是啥词 大概是F吧 这个拍子本呢 它就没有印的情况发生 可以看一下 哎 对焦 一点都不智能 讨厌 这个就 就没有什么印透的情况 嗯 这个就是不印的 然后这个拍子本呢 它撕起来非常的方便 撕起来超爽 这个是我撕过最爽的拍子本 从背面看的话 也没有 也没有就是透的现象啊 这个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是多少颗来 这个是70颗 那那个应该是比这个更薄 之前透的那 哎呀 把那张纸找回来 哎 哎 哦 这是那一把纸 哎 那张纸呢 哦 在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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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戴亚米更加不印透的 就回头我再出个视频说 这个印透情况的 墨水吧 因为不一定说 不一定墨水说 它水枪 它就一定会印 印不印 主要是看溶剂 然后你这个表活和 它的这个 表面张力什么的 做的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长得这样子 有三孔 哎 这个是没有 没有 没有缩回去 嗯 嗯 然后呢 它就是有孔的 并且是带这个裁切线的 你可以说 用完一热之后 就把它撕下来 然后放在你的三孔夹里边 继续放大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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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吧 对焦了吗 这个是3776SM加 用的墨水是带亚米 哎 还是没忍住 手键点了个点 然后是你 百乐 可以好吧 一拉宝 SF 这个是百乐 然后是万宝龙鹿兰 哎 反正我不知道 木兰这件事到底咋写 这个锯呢 手感上就比那个 那两个都好很多 就是 撕着也蛮爽的 那么总体看起来呢 就是他家这个本子 放大 啊不是缩小 他家这个本子的纸 写起来是最爽的 他的纸写起来比较滑糯 然后呢 这个纸不太行 这个纸会透 但是你要写带面的话呢 也还可以 如果用带亚米的话呢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纸 背面也是 什么都没有 等起来看 这个纸最好的 然后黄色的拍子本 是其次 就这种 这种样子拍子本 这个 不行 哎 嗯 我拿什么墨水来试这个呢 让我想想 再给试个拉条吧 拿个鸵鸟墨水来试 拿一个鸵鸟墨水来试拉条 我的尺呢 天哪 我的尺 我的尺 尺 哎 我的尺呢 天哪 我现在桌子上好多奇奇怪怪的工具 我的尺子就不知道啊 掉点了 哎呀 掉在了地上 我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 天哪 我们再进行拉条的实验 这个最糟心的这个纸 啊 这个一包200页的这个 你这个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啊 一下就渗进去了 这边 所以说它这个纸是不太能钢的鸟墨水的 嗯 如果说反正它一包200张你要想说拿它当一次性的那种就是不是一次性就是只写正面不写背面的话那也还行但是它还是会印的 这个就好很多 放旁边亮着去 是 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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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吹干 呼扇一下 呼扇一下 扇一下 我再拿一个 我再拿一个国芋 先把它们晾在边上 然后拿一个 拿一个 没有用完的国芋 没蹭了吧 拿一个国芋没有用过的那些 看一下国芋的表现 正好国芋的那个 那个时间轴 它有一个重叠的时间 我真的是特别不喜欢这种 这种日常本上面带重叠时间的这种 因为你前一年肯定也有计划本啊 那你后一年就很担疼 什么玩意儿垫着呢 我们来垫着它吧 我的笔呢 从这开始吧 这个是3776S 然后用的墨水是代阿米 我忍住了 我忍住了点那个点的冲冬 然后是百乐 一拉宝 一拉宝 我怎么瞬间有点忘了一拉宝怎么写 百乐 然后是木兰 木兰 我刚刚为什么要洗它 我现在还要再拉条 然后要再洗它 讨厌 对齐对齐对齐 你感觉那个本子那个胡叶本上的纸跟跟这个能差不多 不太行呀 顺啊 好吧 干了没 这几个干的差不多了 这几个干的差不多了 最后那张呢 嗯 这几个干的差不多了 整体来做一下对比吧 看一下这些纸的表现 那首先这个就是一包200张的这个金宝的这个纸是不太行的 你可以看我把它放到最大 拍纸本里边最最 就是A4200张一包的那种 它的放大了看的话 你这万宝龙和百乐都是有一点印的 达亚米倒是不印啊 就毛边的话 百乐这个依然是很刚啊 就毛边还是比较严重的 背面是这个样子 这个背面还是能看得出很多这个透过来的痕迹 你看这个 拉条 这边基本上就已经差不多了 反正这个呢 如果说大家想要两面书写的话呢 就不推荐了 单面书写的话呢 还成这个 嗯 排行老末 最差 然后这个 这个呢 在字迹上来看 是不太有什么印透的痕迹的 就是没有什么毛边啊 之类的 这放放大放大到最大来看 是没有什么毛边这样的情况的 然后包括拉条也是很很很干脆利落 背面看的话就只有拉条的这个部分 有一点 有一点透 嗯 反正拉条到底有多刚 大家拉过的应该都知道 这个 这个纸张刚不刚 拉条见真章啊 就知道 这个Hobo也是刚不住拉条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 这个的话是表现最好的 是让我最满意的 也是让我就是精为天人 觉得真香的本子 他这个本子好大啊 A4的 可以看到 不管是任何一个都没有在上面有印透的情况 然后包括拉条 拉条 拉条这背面剩的非常少 如果说你不是像我这样 用这么 沾一坨上去拉的话 他应该 应该有一些 如果说你只是正常的 就是你不急一往末的那种拉条的话 他甚至拉条也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是国玉 国玉的纸 国玉的纸 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毛边 就是这个百乐的话 百乐和万宝龙还是稍微有一点毛边 然后拉条这样 拉条背面这个印的挺厉害的 这说明国玉的纸 不太能刚得住大漠的那种 就是下水量大的那种 然后他的桃心的这个部分 其实有一点透的 就上面看不太出来 那么 整体排个名的话 单脚印透不印透 是这个 然后这个 然后是国玉 这个就是最蹭的 缩回去 你给我缩回去 基本排名就是这样了 就是说他的灵感系列的本子 就是说他们家本子形式的这种 这种样子的纸都是非常好写的 都是非常高的 非常OK 质量甚至比国玉要好 然后价格还挺便宜的 这是让我觉得最香的 然后拍纸本呢 拍纸本这个也还行 我不知道它这个白色怎么样 因为没有给我寄白色那个嘛 所以说我也不太清楚它怎么样 但是黄色这本是还OK 国玉撇一边去 然后这个200张一包的这个A4方格纸呢 只能说它比一般的打印纸要好一点 但是它还是会印透的 这个还是还是印的比较厉害 透的也比较厉害的 这个反正不太推荐了 那 哦 我还忘了你 虽然这个并不是 并不是这家叫什么凯撒 这家的 但是 但是你都给我寄来了 那就给你搞一下吧 DC主题的 其实这个叫Cucuto的这个本子 有很多 比较 比较少女的本皮 摸到这个纸 就感觉 感觉这个纸很一般呀 有种不祥的预感 真的 这个纸我一摸就感觉跟 跟某部分国产纸差不多 来吧 我感觉你这不用拉条 我就知道你这个不太行 嗯 3776 SM 真的是不太行 这感觉就是跟一些国产的纸张 差不多质量 不 应该说跟大部分 我们就是那街头小卖铺练习册那种纸张 差不多的质量 一拉宝 SF 哎这个还行哎 他居然居然在百 在百乐上没有透 哎不对 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慢慢印一会 原来是这样啊 我刚刚我的Diamine 没有画小桃心 嗯 木兰 已经有感觉硬的妈都不认识了 嗯 要不要调呢 还是拉一下吧 哎呀我刚刚为什么要洗 我真是个智障 哎 哎 大家可以看到迅猛的渗透了下去 果然是缸不住的 这个纸比这个纸还差 说好的日本日本品牌呢 看一下这个就就 嗯 他这个的这个纸的质量比这个还差 哎他总算是有垫底的